最近听说很多人因为经济遭到危机会卖掉自己的车辆 这些车可能是新车也有可能是旧车 这也是你到二手市场买车所便宜的一个点 但这样的传言属实吗 最近年国家的经济是发展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了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遇到经济上的问题呢 很多人都会产生这种疑问 就算真的遇到经济问题了 卖掉车好像也不能解决什么大问题 我想大多新车转卖的是这种情况 一般是在豪车二手车上 这样想也不是凭空依据的 有很多人因为生意失败会将自己的房子车子卖来抵账 从而会有了二手新车这种情况 还有一种就是贷款买豪车的 但以为不能还清车钱 只能把豪车用来卖掉 还贷款的账 这类车一般都是大家想遇到的二手车 最搞笑的还有盲目买车的 盲目的原因是因为打折 这种一般是买过就后悔的类型 不过这类奇葩就很少了 当然有的新二手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很有可能车的性能出现问题 或者是运损车 试固车 库存车的可能 这样的问题车很少有人会选择买的 总而言之 新车卖掉变成二手车的频率并不多 如果你想买到好吃 就要仔细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